看你的博客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我想 我也不能光看大家的博恩 也应该把自己这两年学佛的经历与感悟写出来 与诸位同秀共勉 2013年5月 我与小妹去万事一个寺庙 参加文书菩萨的开光法会 回来后不久 我在网上浏览的时候 就遇见了你的博客 一看就是两年多 受益匪浅 其中受益最深的应是戒除了色哀 当年我40岁 我从8岁时开始色哀 多年来一直负罪感很深 身心郁闷 脸色也很差 并落下了心脏病 从你的博客里看到 念心经可以戒除色哀 我就开始念心经 一天背几句 一天背几句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我会背了 这时 我惊奇地发现 已完全找不到原来色哀的境界 好像我现在在九楼 而原来在一楼 好像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并且十分纳闷自己怎么会那样 就这样我戒除了三十几年来的顽疾 从此再没犯过 现在想来 应是菩萨加持的结果 感到佛法真是不可思议 我从小信佛 但从那时开始 我才真正走上学佛之路 两年来 有许多感应学佛的人不应追求感应 有一个梦境 仍清晰地记得 是一个车站 有几个旅客正在等车 一个声音说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这里 我想 每一个人都知道这里 那我得赶紧带着孩子往那跑 到了车站 声音又说 但是能到达这里的人很少 因为他们都不着急 回味梦中听到的话 这里应该说的是极乐世界 还有一个梦境 一个干瘦的老头拿着扫帚从礼物连我到外屋 突然停下来 我扒在她的膝盖上豪淘大哭 我说 师父啊 这么多年了 我咋还羞不出去啊 这时 看见旁边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感觉是师父的师父 我粘起来 她把我的头发里到一边 说 眼镜有点尖香 嘴角也有点尖香 醒来后 怅然若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